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日最新消息 前线记者现场报道称 俄军已经拿下并控制了利西昌斯克 俄媒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撤离利西昌斯克时 炸毁了包括市政厅在内的部分重要行政大楼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表示 俄军已进入罗干斯克利西昌斯克时中心 据俄新社此前一天报道 2日俄军距离完成对利西昌斯克式乌军的合围 还差6公里左右 卢干斯克的青鹅武装也表示 已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炼油厂 乌军接到了撤出该市的命令 利西昌斯克是乌方在卢干斯克州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市 至此卢干斯克州已经全部在俄军或青鹅武装控制之下 史诺文学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